感觉好久没有在这个背景下做视频了 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相信你们看视频的标题也知道了 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视频的主题就是关于包包的分享 如果你比较感兴趣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个包包的话 那么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那我们现在就要请包包主角登场 首先就是这个袋子 这个袋子里面就装了我买的这个包 那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 我这个包他给我拿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完全新的包 就是上面的什么防护膜呀 还有什么纸袋呀 完好无损都在包上包着 我本来想是说跟你们一起来拆开这个包 但是我的Sales他人很热心 他在我在回头看其他包的那一瞬间 就是他手脚非常利索 帮我把包上所有的那些没有用的塑胶袋都拆掉了 以至于今天拍这个视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起拆这个包 但是也无所谓 反正就是那个过程而已 那接下来就要我们一起来看我买了 拿一只包 然后我把它的袋子打开 诶 还不出来 就是Saleen他们家很经典的这个Belt Bag 这个包好像中文名叫绵鱼包 就是因为它这两个扶须吗 它英文的名字也是因为就有两个长长的Belt 所以它就叫Belt Bag 我买的这个型号是Micro 它一共分两个型号 一个是这个稍微小一点的 还有一个是比这个要大一圈的一个型号 我觉得大一圈的那个型号的包放在我身上有一点点太大了 有点像旅行包 这个包我背上身的话就有一种像要去旅行的感觉有点过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的大小对于我来说就刚好就买了这个包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是他们今年当季的一个颜色叫做Pop Green 我买的这个包也有个小故事 我第一眼看见这个包的时候 是我在他们官网上看到的 他们今年的秋冬季的一个颜色 它这个Green不是那种很草绿或者很鲜亮绿的那种颜色 它是那种Soft Green 有一点柔雾感的那个绿色 我当时在官网上看我就哇好喜欢这个绿颜色这个包 我就去店里面看 但是他们当时他们店里还没有这个颜色 他当时他们店里只上了今年的那个嘴泥灰色 没有这个绿 然后我就问那个我的Sales 我说那什么时候会有这个绿 他说他只知道说今年秋冬会上这个绿 但是他们店里什么时候会有这个绿色 他也不确定 我说啊那我好想要 他说那你就等等 如果有的话我会给你发短信或者打电话 然后我就在家里可能等了有两个星期左右吧 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我又忍不住 我又跑去店里 我说那怎么还没有这个绿呢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说要不这样吧 你要是非常想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在全美的这些门店里面 搜一搜看哪个店里有 然后他就帮我看到是在商机的店里面 现在上这个绿色了 然后他说如果你想要的话 我就跟他们店联系看 可不可以换一个包 就是拿我们店里的一个颜色 跟他们店里的这个绿色换 我说可以吗 他说他可以试试看 如果可以的话他再跟我联系 拜托他说一定要给我这个绿 后来他就真的是人特别好 就帮我把这个绿就换过来了 然后我是昨天去店里把它拿回家的 当时我去店里的时候 我就看见这个绿 我就觉得哇好好看 他们最经典的颜色 是一个那个裸色的那个包 但是我觉得 他们的classic的颜色 就是常年都会有 但是这个绿色就是当季款 我就会对那种当季出过 接下来不会出的那种颜色 就有一种执念 镜头里看这个绿会有一点再偏浅一点 它现实看的话会略深那么一点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包呢 它前面就是有两个这个长长的须 它的背后有这样子的两个环是可以系一个肩带 就可以这个包就可以让你cross body 会有个肩带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拉链 里边可以装一些你想要装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打开看一下 其实这个包唯一让我觉得 差不多有一点点麻烦 就是它打开的那个过程有点麻烦 就是它要往下拽一下 然后它是一个上侧卡 怎么在头来说什么 就是它是一个卡扣的一个那种形式 反正就是这样子就打开 打开呢它里边是这种绿色的麂皮 整个质感都非常的好 然后里边就是包的填充物 它放两个包的填充物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子一个大口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包的尖带 然后它里边就是这样子非常大的一个口袋 可以装很多东西 真的我觉得这个包特别人 哎 笑死漏掉了一个这个塑料泡沫 我们一起来把它拆开吧 在里边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口袋 然后你可以放一些东西 它这个里边放了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身份卡之类的东西 我把它取出来 好了那这个包整个就长这样子 这个包的皮质是小牛皮的 所以它也比较的耐磨和耐操 就不会害怕它被磨到或者刮蹭到之类的 所以它这个皮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保养 然后在这个包的这个下边这个地方 有一个Celine小小的一点点的logo 非常的低调 我的这个配件的颜色呢是这种银色拼的 我觉得跟这个绿色刚好就非常的搭 就是今年特别流行的那个电视剧 叫什么 我的下半身 我的上半身 我的前半身 My God 我的下半身 我在想什么 它这个电视剧里边背了好多Celine的包嘛 所以把Celine的包今年又炒得比较火 与此同时我又是一个Celine的脑残粉 所以我想这个包已经想了很久了 就是我喜欢它已经喜欢了很久了 但是一直就没有碰到一个 就是让我就觉得说 哎呀我一定要买的一个颜色 但是就是今年这个绿色就是一下戳中我了 它这个小号已经很能装了 日常用它完全就是绰绰有余 装相机或者装一个小的平板电脑 或者装一个iPad 它都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是这个包包的这个review 接下来呢我就做一个what's in my bag吧 因为之前就是有人在我的评论栏里面留言说 他想看我的what's in my bag的进阶版 我就准备拿这个包来做吧 顺便给你们看一下我平常包里都会装些什么东西 也顺便看一下这个包包的容量的情况 那我现在就把我平常要装的东西都塞在这个包里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已经把我基本上日常会出门装的一些东西都塞到这个包里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的包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吧 第一个我要拿出来的东西说 就是我的钥匙 因为我的钥匙真的是很大一串 这个小泰迪熊之前也有跟大家就是介绍过 就是我是在韩国的泰迪熊博物馆里买的 我当时觉得它特别可爱 就是一个穿着鳄鱼皮的一个小泰迪熊 反正就是我的钥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串的钥匙 这个包就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我的手机 出门必备的钱包钥匙手机 我的手机就是iPhone 7 Plus 就是这个大的手机这个包就无压力 然后呢我会装一个我的小钱包 我的钱包就是Case Bay的这个钱包 我真的超级爱这个钱包 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我这钱包 它是一个黑色然后呢银色金闪的一个这样子的面料 它打开 就我的ID 我的ID照片实在是不好看 我把它读起来 这个透明的你可以放一些你想要放的卡呀 或者照片呀什么之类的 也可以放ID 就是说刷卡的时候不是需要ID吗 你就套半天就要不要麻烦 我就直接会把这个钱包打开给它看一下 就是很方便 这边就是有几个卡槽 就是你可以放你日常出门需要装的一些卡呀什么的 最重要这个关键点就是 这个钱包虽然它小 它可以放钱 就是它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放钱的兜 就觉得这个钱包特别的实用 而且这个后边它还有一个小拉链 就是你如果说找一些硬币呀什么的 你觉得放在包包里听听框框的不方便的话 你就可以放在这个小包里 你看我里边也放了几个硬币 这个钱包虽然很小 但是它功能性真的很强大 特别喜欢这个钱包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呢就是会带一个粉饼 就是Chanel的这一支黑色盒子这个粉饼 看它就是这种盒子就是指纹收集器 你看这样看起来好恶心 因为它这个粉饼很方便 就是这么小一盒 你就把它塞到包里 有时候需要补妆啊 或者说你需要补口红啊什么的 因为它里面有镜子嘛 你可以拿出来补一下 或者你额头出油了 你可以拿这个粉稍微按一按 就这样子我会放一个这样子的粉饼 然后接下来呢我会放一支护手霜 就是这个的Body Shop的这个护手霜 我的这个香味是Mango的 这个也我介绍过好多次Body Shop的护手霜 我觉得Body Shop的护手霜真的很好用 就是这个 接下来呢我会放一支润唇膏 告诉他们经典款的这个润唇膏 我觉得这个润唇膏特别好用 我之前也用空管过一瓶 这时候我又回购了一瓶 这次我买的这个香味是Mango的 就是它涂起来唯一不方便的一点 就是它需要挤在指腹上 用你指腹把它推开 不是那种Lip Bound 就是直接可以拧出来涂的那种 我觉得它特别的好用 就是特别的滋润 其实你嘴巴特别干 然后嘴唇上面有很多的干皮的时候 用它真的超级好用 接下来呢 就是我会带的几支唇部粘米 我一般出门会带好几支 第一支就是我一定会带的 就NARS的这个Aragon 就这个颜色 就是我也不多说了 这个颜色好像现在买不到 它是一个限量色 接下来一支呢 我会带Dior的这个620 接下来这一支呢 是George Armani的506 这个我也就不说了 这个说过很多次了 我也经常带着它 然后最后一支就是我最近的新宠 就是我买的这个Chanel的这个406 我觉得它特别的好看 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包里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从我的包包开箱加我的What's in my bag 希望你们会看得开心 那看得开心不要忘记 给我这个视频点个赞 老样子 还有关注我的微博和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先去视频见咯 拜拜